歡迎收看大家 下次我是阿民 陳偉銘來看到國貴 這段進度 立法院已經同意 台北地方法院繼續來關押三位立委 這也是從下我們說現場頭禮 我們看到這段最大的金牙 是收黑四錢五千多萬 這金牙應該是國會裡面最多一次 另外一次起訴十二的人 我們說立法院這個黑四代 哪像馬葬官一樣 我們說到這回這段收購案 這位泰流公司的副作員李興隆 從這個收購經營款執政 希望立委 是啊 經濟部的官員好 鐵修我們東北公司 這個進行對泰流公司的政主的定義 這才是要有立法委員 從這個公司法 第九條第四項 這條文進行修法 頭過真像說說聽話 或是說頂頂的方式 來去繼續來去經營款 拿到回來 進一步要來黑四代的立法委員 我們也說到台北地方法委認定說 這射陷 賺錢 黑四代立委 所進清也好 丹超明 廖國董也好 有記憶 禁憲的筆架 也寫到立法委員來溫診 那麼看到立法委員可以這個動作 也經過到條約的協商 那麼看到每一個黨團都 都同意說立日比起 我們說臨時報告的這個事項 也由立法委員長 有資訓來在議會裡面 溫診到立法委員會來做這個 這個動作 另外我們也要看到吉他 這個過去這個四代立委員 這個東諸事報 七英明 我們也說到他過去 有法文是關完 好 政治現金為了要做什麼 做這個四代立委員的經費 為了這個遭總的動作 已經優秀好 但是沒收錢 最好有些四角刷 但是沒收錢 但是也是去給這個減風 來去起訴 另外我們也說到這個減風 起訴所裡面 其實七英明 申請官委 算不出這個主幹 導致無救到這個樹立 跟全財團平動必救 危害到公平正義 跟連接 清潤到這個 司法官 見證 歡迎來當情 來看下去 另外我們也看到 就是說無當值這個立委 就有政務 向盈建宿來施壓 要求到變警 再變種用地 每週我們也看到 是這個政治現金 涉嫌到到流水 也去給檢查官來起訴 透過今天的節目 我們就要做回來 願望說這個立法院的 這個台語書 不要忘記他們的這個 這款 只想到輸力 最後來探託 這邊先來邀請三位來賓 第二位邀請 台北律師公會 人權委員會 委員吳大英 主持人 大家好 第二位邀請 主持媒體人 削育金 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邀請 公民監督國會 任命執行長 張宏林 我們所有來賓 我們觀眾朋友大家好 先削觀眾朋友 要來看說 我們說檢查 檢查系統 尖對這件事 起訴書裡面 寫得很明顯 用書也很貴 欠 先走來看 變賣國家公權力 淪為理性被告 所豢養的加成 對於堅持遵循 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決定 依法行政的公務員 為鞭吃 騷擾 及恫嚇 這件案件檢控辦案的團隊 在鑑定到活動政辦 用在四年時間 調查到訴訟整理 有六十五宗觀眾 起訴書當中基礎 太平洋流通政府這人 李显龍 寫嚴頭過 當人被秋頭的過客名 把很多的立委學 利用這款 阿北經濟保護官員 貼銷泰流情主定義 而且推動修法 想要把所有的經驗款修圖 涉案的立委 考取錢 如果是國民黨立委 等超便是 社群十字一百萬 如果是七英明 審案 那當時 他煩惱去辦公聽會 會得到 是李显龍的對手 七學棟 不過是 第二 另外 建議報告 還在立委選舉 有資金的訴求 再答應辦公聽會 如果因為收集的風車敲白 剛好 沒有拿到奧出錢 只有既有的行為 警方也插出 沒有當地立委 對政務社群投資稅 還拿出體驗者 壓迫因件數 將擁閉山 國家公分土地 變形作品種用地 讓檢察官提起工作 只跟立委社群 接近按關鍵 任務李显龍 跟廖國東的作例 一定合法 為了要爭出減行 政策當中 已經生人 全部犯案的行為 而且全5點獎金 政理委丹東三是在到沒起訴的出婚 因為聖安的立委 還沒去讓替大公款進展 你看他開機的期間 薪水是較而已 轉完起訴之後 去公口的立委 會去給法官採點 繼續靠了 或是交報也受到大家關心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說到這個國會立法委員 這真正是不可能 不記得你們這種地方的 這個地方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段這個檢察官 看到向這個法院 現在龍吉庭是七年以上 我們看到索進青 因為這個收費差不多 兩千五百八十萬 另外廖國東這裡 還有七百九十萬 我們說丹潮民有一百萬 我們看到是有這個對價關係 我們剛才也說到 齊英明雖然錢沒收到 但是一樣也是判 這個檢察這個龍庭 差不多是七年以上 我們先請這個律師 另外我們也要說到 這個劉政務 雖然他是案外案 在家裡現時不是潮流最多 但是他的這個道行 這時候要讓人形還是比較少的 這個部分 先來簡單解說這個 我們說讓人形的部分 要這麼說 台北的檢察這次起訴之後 這幾個立委裡面 因為這個李恆榮 他的角色變成像專攻污點陣 所以他裡面所加出來 比較重的是 索進青 零骨董 丹潮民 加這個 齊英明 為什麼因為他這個案 跟這個收穫案 就有關係 這個中政務 他其實是跟 案沒有關係 他跟李恆榮 這案沒有關係 他是另外去因為 感受的關係 去錄出說 他在白鷹 這個土地變金裡面 好像有什麼收這個錢 但是要將來檢察官 這個起訴 中政務是說 他其實是可能 沒有直接的證據 說他這個收錢跟公款 有什麼關係 所以要用這個 財產來完不明 因為你有一條錢 你沒辦法改稅 所以這個水平比較輕 比較輕 所以台北地方法院 處理就說 這個起訴 就在政府裡面 雖然他收了 但是他看說 這個輕多嘛 這個起訴是輕多 所以人家就直接不補 人家就撞回去 就不繼續 但是另外這三個 位有繼續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這裡 案件是說 他起訴的貪污 這個犯罪裡面 這個是親尼醫生 尤其道理 就是最基本要破親尼 所以這算是比較重的犯罪 比較重的 因為當時法院的賓國上面是因為你這個設計應該說你觸犯這個重罪 而且你當過程當中法官的想法是說 因為你可能立委有一款 你對你的造力有最差的關係 你可能會去竄陣 所以就是說你對這些官員 可能做淨人的官員 你過去當時用一款在做輸容的時候 有一些煩惱說這些官員會給你受影響 所以你出去之後 如果放你們這些人出去 你可能因為立委的身份會影響到你的造力的這個淨屬 就是說官員的淨屬 所以法院在這裡說這樣你繼續有 這個竄陣之餘 繼續收下 所以這三個立委會繼續收下 是這個原因 而且他們的桌 也比政府來看 是比較重 他是七年以上 因為這公款力他當時要收下 不管是收法 一瞬對這些經濟部的官員的這個死壓 比過說 去檢查官員認為說這個有對價關係 所以你收錢跟公款力的因為有這個對價關係的時候 他就會認為這就是添木的犯罪 那因為他要棄手的這個七年以上的犯罪 是因為說你這款是違背職務 你本來就可以收法 你本來就可以一瞬 你本來就可以對官員說一些關心 所以你不違反你的這種用的 這個是七年以上的犯罪來做這個貪污的棄手 對於政府的部分就是沒辦法用這個貪污的犯罪 但是我們的財產來源不明罪 也是貪污治罪條例裡面 所以他把棄手是用比較輕的 所以六槍回去 另外這三個今天台北地方法院 是說要繼續收下 李法院也通過說 政府也沒有 因為按照憲法的規定 你如果沾對現任的立委 在會期的期間 你說要收下 你要經過李法院的同意 是 李法院點在這裡 今天 馬上就同意說 法院你要繼續下立委 沒問題 我們現在都同意 所以這三個立委又繼續下立 當然啦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動作 實力法院 起手後 法院的在庭繼續收下三名立委 四個東團 我們開到這個 這個條約 協商 來去同意 繼續我們要請教 獄情志 剛才我們說到的 三個已經收到錢了 齊英明 剛才我們學校的說 真的是有點這個 漢獲 漢獲 漢獲沒收到錢 還去找起手 但是這個漢獲 也不太威迫了 因為這個起手書裡面說 他大概有三百三百二十萬 三百十萬 這錢到底是對對來 他說 我就跟老闆部長 林家梁幫他借的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飯店 日本經營的大倉酒盒 但是林家梁跟老闆部長也有去給予課 他說 我沒有祝他錢 是 我沒有祝他錢 但是 老闆另外 其實給他錢的是什麼 真的拿這個錢出來的是 台宿科的當屬長有料子層 為什麼兩個人說話不一樣 其實 這其實到逸風 在公開規定的時候 看什麼的公法有問題就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為什麼 齊英明一定說 這是我給他喝酒喝酒的 但是背後是不是台宿科的當屬長 廖子層 要讓 我的醫生 是不是他要給這個時代理量 但是他沒有把這個錢交給時代理量 所以結果他就證明說 這是我給他喝酒喝酒的 我給他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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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來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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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我做東主席 我去照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說到這樣 應該是跟益風 大家開場公開來講 這知道說他這個因為貪污 說這三百多萬貪污 對大家對秦英靈的印象 感覺說實在是得不償私 應該覺得很不慘 但是我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件案件 讓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了解說 其實這些領域 他們可以靜靜東東拿錢 但是是什麼時候拿錢 就是要選舉的時候 你如果用靜地現金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案件裡面 就是肉脹頭是李恒隆 就是泰劉這個當署長 原來這個覺得說他的經營犯 去讓秦施東 去讓徐徐東唱起的李恒隆 他覺得很不感人 所以他從2001年開始 這段時間這樣下去 在2012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事情 都在2012年 因為這個時候泰劉有鬧雙胞 就是秦施東這邊的當署隆 跟泰劉李恒隆這邊 兩個當署隆在承拚 承拚大家就是要看什麼 比較有財調影響 發營還有經濟的步 所以才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另外一個人 他用的是我靜地現金花很多 我每一年都...每一次選舉 我都靜地現金花很多 但是大部分你說 旅行收秦施東的錢 收彎東的錢是不是有新補 但是李恒隆認識說 我要處理這件事 所以我就要從什麼開始拜託 一個一個拜託 才對索敬清開始 肉葬冬才到陳超明到廖國洞 所以這裡的例子 你說像丹超明 一百萬 照理來說你在選舉的時候 要關給你一百萬 甚至用兩間公司給你兩百萬 只要你先報都沒有事情 但是你就為了這些 等級控錄音起來 錄音起來聽到說 原來你都這樣收錢 另外呢 又都透過走力 所以你看 除了我們看到的這五位 立法委員 以外包括廖國洞的辦公室 竿超明的辦公室 竿超明的辦公室 都辦公室竹林 還會在拿錢 你看我們過去 現在在裡面有一個 大家也拿覺得很完美的 就是高智平 高智平他拿錢的時候 走力去拿了他還不知道 但是他們這是立委 還有走力辦公室竹林都知道 但是你如果叫正常的定屬 你是在選舉的時候 拿來 像剛才弟兄說的 都有心補 都有心補 都OK 如果你要把經濟部 你要接吻 你要辦公室 都可以 但是你是拿錢來頒 還沒有心補 這樣這是大家認為說 這樣吃錢吃了 手錄到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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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這真真真吃 就是讓人認定說 這樣是有立法委員貪污的問題 對 是啦 所以我們看到這尊真真真 百張冠一冠起來 十字的都去拿起訴 我們看到這個五個立委 除了我們說立委本人 以外 廖國東辦公室主任 通過 廖國東辦公室的 這個主任 林文藝 所進清辦公室主任 以學友 都是用到一樣的 貪污貸水條類 我們也說用到一部分 興為收到這個五色的錢 另外我們看到說 李興龍 待會兒 好話說 他過去就是說 拿這些錢要搶貸 事情的 就是要搶這個公司法 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看到說 他買了專這個五點的政人 另外是這個管理公司 這個八丘頭的部分 我們看到對公務人員 沒有違背 這部分的這個行為 這個記憶 另外我們看到說 還有中進務辦公室的主任 他也是拿到很多錢 然後興法用到這個無用 公務人員這個名字 來去扎起 另外還有出生民調 這個總經理五世衝 也是違反貪污地罪條類 剛才我們也說到 如果真的要敲事情 我們有很多方式 可以去拉比 我們已經通過這個 郵稅法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看到 郵稅法的這個通過來說 比例有夠多的 也在這裡可以看到 這段事情 立法院到底出什麼事情 繼續請問您 是 其實我們跟我說的 郵稅法 郵稅法的這個大問題 大家看到 我們這個郵稅法通過 實在民國 差不多九十六年 半月的貝核通過 是 剛才到現在 差不多十年 這個時間 從九十七年 半月的貝核通過 一百零九年七月底 七月三十一後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現在全國 我們的機關的單位 去十三年來 希望郵稅到四百二十七間 立法院這三百二十間 十年 我們算十年就好了 你敢相信 立法院一年這三十幾間 這個郵稅案 你不可以忘記 立委減辦 我們要報告這十幾年的事情 之前還有兩百二十幾個 是 哪有可能呢 其他你看 內政部比較多二十五 行政院十一間 總統府十一間 春的都是十一間以下 你敢相信這個事情 立法院三百二十一間 十年 讀下來 差不多三十幾間 不可能 哪有可能 所以我說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在這裡 我們台灣過期 我們覺得一些 我們說的陽光法案 我們希望透過不管是我們的政治獻金 還是我們說的這個 我們遊說的這個法規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個法規 讓我們的這個政治人物 他的這個脈絡 讓我們知道 簡單說 我們現在也有財產申報 我們經常也有看到新聞 寫說我們這支裡面 相是帝王 帝後 相是獻金王 獻金後 都沒關係 但是我們知道金流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怎麼走 怎麼來的部分 我們當然應該要透過 簡單說 就是對我們說的政治獻金 另外就是遊說 沒有辦法 我們才有辦法知道 這個脈絡是怎麼走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都不照實去走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現在政治獻金法 簡單說有什麼都變成 我們的這個政治人物脫罪的藉口 就是說我如果有選舉過 我到時候拿著錢 我說不好意思 我就是不依政治獻金來話 我們的政治獻金的法規裡面 我們罰則 你可以想一定是很假的 所以沒有辦法 很大這個影響 所以就變成他都不怕這個問題 所以這次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事情 當然讓我們來時刻 就是說我們現主席的法規 我們有很多 我們都不清楚 我們要透過這次 收得更清楚 另外這個部分 就是要徹底的執行 當然我們有聽到 我們有感慰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們在執行 怎麼會這麼多 所以太不夠 大家現在說到 這個事情應該要來做處理 我們當然希望說 未來這個要求應該要有 另外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的這個 油水法裡面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我們說到 我們這個 我們遊說立委 其實叫立委 還是公務任務 遊說 對 它也是要做定期 這表示相平都要做 所以這也是我們說到 剛才說到一些議題 我覺得未來是應該 對這個部分出來做一些改善 如果不然這樣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次是不在說 復婚期的事情 復婚期也一樣 也是做它 要現在去用根 不好意思 他去用根 我們現任的 現主席的法根 他不用事實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臺灣可能全世界 也含有 我們有一個留意 現在犯法 將軍的這個檢查裡面 他還會寫詢稿 我們現在就在等 他在寫第一份 獄中的這些犯人 可以寫詢稿 來咨詢我們的官員 教政上裡面 一些主委 一些助理聘用 一個四十萬 他還可以照顧 年底要到了 他還可以領 二十幾萬的年終獎金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說 你知道臺灣現在的法規 還有很多問題 都要去做一些修改 不是真的 說到這個法規的問題 除了剛才我們說 已經涉案了 座家裡面 還可以領到這個月期 也好 年底獎金也領到 這是好法去檢查 另外我們也說 這回這個現場 就是頭一個 是說這個立法委員 如果是去向這個社險 要去取搜 立法院要先行輸到這個動議 我們也看到說 今天這個調查協商 很快就有結果 但是這個結果 過去是要保障就是說 那個政治基因的這個部分 但是這段沒有政治基因的這個因素 有更必要要存在 我們慶祝看看 台北地區 立法院 心理立委 集體涉嫌 吃錢按壓 他心情 日日早前 民進黨立委所進行 有迴避重點的陷害 還有民黨立委 擔承明 還有遼國黨三的立委 因為犯罪陷害 陷害中台 有機仔禁禁的必要 因為立法院 飛機當中 要副仔立委 要經過立法院的動議 早前 台北地區法院 緊急於發警 八點二十分的時候 跟公文三九位 定順許可 會後續的強制處分的作為 立法院議會 日日早起 各三的立委旗子的案件 累積去認識議庭 經過當初 結束後 到二十分 立法院議長有些分宣佈 各黨團 都同意旗子 臺北地區法院 受到立法院的含文之後 會把所謂清 丹丑明 遼國黨 他們三的人通知 立法院同意旗子 較晚 會把三的人送去牽涉 不過 立委集體的責任 還要出生意的案外案 檢查整辦所有的案件時 發言說 今年七月底 要所在的風聲 提早流出去 將民進黨立委 創風龍 跟蘇家傳的特助 更建議 適限在日空一六年 日空一千年期間 幾次把所謂清清 讓他有機會拿著竄警 洩密的部分 臺北地檢署 已經分爛在偵查中 法務部長標示 涉密案已經另外成立 分案對著涉密的人 檢查也團團出風龍 更建議倒案 水明 現在綜合報道 現在我們看到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說 立法委員在會議裡面 可以無受到 這個台北股金的這個貸款 另外就是說 到底是誰嚇老 這個臂味的 我們待會好好討論 第一點我們先來 帶大家看說 這是我們憲法 保障到這個立法委員 他說立法委員 剛才是現行反議員 在會議裡面 沒有經過 我們說立法的這個溫診 不可以把他抓 不可以把他股金起來 另外立委 沒有受到這個台北的貸款 他還要做是這個 涵制所對款 人身不用欠款 也是要讓政府 提供給他聽到 犯罪的名字 拜託他記 我們看到說 帝書立委 就受到這個委協 不然他就自由 這個意志 來接行人務 保障立委 監督 這行 這個行政委 這是真重要的這件事 但是我們看今天 這個條約協凶 然後四檔都同意 台北地方歡迎 今天這個二十二號的 這個環店過 以法請立法委 來同意繼續來集合 三名 這個立委 立法委 在早上高點的時候 調開到這個條約協凶 四檔都同意 繼續集合 我們繼續請到律師 我們看到這個現法 正受條文 但是那時候我們看到 環店過 差不多四檔 所以要請台北地方歡迎 已經做出決定 但是我們看到的 像這個蘇晉清也好 廖國棟 還是說等聰明 他都說 為什麼我這段 你就不能把我放棄 我還要同意 留在這個骨流石裡面 他也有做一些控宜 怎麼看這條 應該這樣說 因為控宜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可能會 真的是現法斬除的問題 就是說他有一段時間 在立法委還沒同意 正經 法委已經知道要繼續 這段時間 因為立法委還沒同意 他其實這段時間 理論上可以自由 但是他在後審視 後審視就是說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其實他這個自由有受到影響 所以這段 有可能會透過 不管是他的後面的訴訟 去申請大火 蓋水燈燈 這可能需要再進一步 制度來做處理 但是在憲主席的 憲法規定是說 為什麼國會議員 有這個特權 就是說我現在在開火 當中火機機桿 不可以給台北 不可以捏 那重點是因為說民主國家 有一個想法是說立法機關 他其實在感動行政款 我們今天有公款力的 其實比較有款的是行政款 所以所有民主國家 就開始思考說 怎麼保護國會議員 讓他不受到行政款的壓迫 所以這個憲法裡面 我們憲法其實也跟外國的 一些民主國家去探討 就是說我們不能讓國會議員 開火的時候 還會煩惱說行政款 要幫我抓 所以他在憲法裡面 這樣特別這樣就寫 但是這個案例 我覺得說都憲說 現在台灣這個制度 運作也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制度是跟你說 如果這個有因為 政治上的因素 你煩惱說 政治上的因素 這個國會議員 開火的期間 叫行政款去做這個對付 這個制度有提供一個保障 但是他也提供一個 這個可能就是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其實不是行政款 說我現在特定的 政治因素 要抓這些理由 是因為他們實際貪污 所以李煥宜當然就說 這其實不是因為政治因素 這是因為貪污的案件 你看 晚上的時候 台北可以煥宜 補名說我要把這三個理由 叫社長 早上理由就沒分 其實我覺得李煥宜 這樣說沒分條件 是 廣東一直說 我決定要讓這個議員 繼續收藏 這就是這個案例裡面 憲法的運作 跟你說 李煥宜雖然有權 不同意 但是中基部的 因為這是貪污的案件 不是政治因素的案件 貪污的案件 發言要害人 然後李煥宜 他就說我尊重思法 我就決定要回復 因為這裡運作沒有問題 剛才特別講到這個 政治現金的問題 我特別補充一下 就是說現在黑點禁令 有什麼重要 是因為那一般在辦這個貪污的案件裡面 常常沒辦法來定罪 原因是說這條錢 到底他本身是這款 還是政治現金 還是說我是因為 你要行使這個公款力 所以影響的這個 我要花錢給你黑色的錢 這個定義上面 在法院裡面 經常說不清楚 是 黑點禁令 這一個意義就是說 李恆榮 他可能就說這條錢 就是我特定為了要去修法 我花下去 我特定為了要去一孫 要去歷史阿 這個經濟部 我花給這些立委 這個黑點禁令的意義 變成說對價關係 會有法度禁令 有法度禁令 如果有法度禁令的金控制 會影響到這些被告 這些立委 因為他們都會說 這是糟糕 這是政治現金 但是另外一個 給你錢的人跟你說 我那時候跟你約定好了 是 這就是要去修法 這就是要去歷史阿 這個變成沒辦法變 變成很難變 所以這種案件裡面 黑點禁令 為什麼我們的禁令保護法裡面 給黑點禁令這個制度設計 是因為很多人 譬如說組織犯罪 貪污犯罪 他如果沒有裡面的人出來說 很難禁令 像貪污的 他們兩個書 在那裡說好 買一條錢 說好 我跟你說這條錢 可以這樣 我跟你說這條錢 可以說政治現金嗎 是 我叫你去做這些事情 通過修法頂頂頂 如果我們雙方知道而已 外面的人沒辦法知道 如果沒有黑點禁令的制度 他就沒辦法來破這個案件 所以禁令保護法裡面 讓黑點禁令可以減免其刑 減免其刑 就是說我到最後還是破 不用刑 我們就去關 所以他給他很大的一個 郵帶說黑點禁令 因為我希望你要站出來 把這個事實說好出來 現在這個案件裡面 三個禮物會想收了 我認為他繼續收了 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是黑點禁令 影響到法官的新政 就是法官的可能是說 這就很明確 早的又繼續做 沒有說這是這個 這是政治現金 他一開始就這樣做 但是黑點禁令改變 說法之後把事實說出來 他就覺得說你繼續這樣變 有可能你在外面 會繼續去勾損 你會去影響到黑點禁令 已經出來 他去影響黑點禁令的公喚 所以他在認為說 這有剷政之餘 繼續跟他押 所以這個案件裡面 當然有些案外的案 案外的案 包括說剛才說的 中政務的案件 包括你現在說到這個 泄滅的案件 就是說為什麼 檢察官要發動 收紮進行 他們就知道要去剷政 說好 這條件就是這樣 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他們就檢察官現在要留查 當然現在新聞報 說中間還有一些關閉的人 但是就說好清楚 如果只是一般的人 就是說 假設我幫你提示 你以後都要注意 這不一定是泄滅 泄滅是說 你要有相關的辦案的任務 包括調查官 還是檢察官 他跟你說 說這個消息說我們要幫你辦 這才是我做泄滅 我們要幫你辦 這才是泄滅 泄滅 這要去找這個來源 如果說一般的提示 這不構成泄滅 一般的提示 一般的提示沒有 所以這個律師說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李興隆 這尊是全這個五點的證人 這個部分 我們也看到說改變到這個檢察官 要起訴一個大重點 另外就是說 岸岸岸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到底向下樓的避密 有人說是什麼 有人立法院的當時 調查叫這個總統府 這尊就要查說向下樓的避密 政立委創洪農 那時候也要抓到 你看政立法院長 蘇加傳的這個特別助力 還有建立 有人說這個立法院的當時 跟他們說的 調查局跟他們說的 總統府跟他們說的 總統府這尊挑出來 可惡人 所以那時候怎麼說呢 可能說經過這個蘇加傳 還有他們在那裡 就是所進清 就是說調查局 正在調查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有風聲說 要開始調查 就是開始退回到兩千萬的這個支票 製造極性的這個金流 每次我們也看到說 是在要起訴 沒有多久的這個時間 才轉五點正人 這是大概這個流程 但是還要先請這個玉神姐來說 其實有人說 這是另外一個馬王政政 你怎麼看 其實每一個大案件 閉案發生之後 如果起訴之後 都很多所謂案外案 這個案件 從這個蘇果經營 看到 到現在大家看到說 奇怪 哪有些好像不太清楚 像剛才說到的 就是 齊英明這三百三百十萬 到底參林家龍有什麼關係 這也是一個 大家現在想要不清楚 另外這個就是 所謂案外案 到底這個熟進清 他屬前做一些方便 是不是參與 這個蔡皇郎和 這個古建帝有關係 其實 其實 我們 我早數學這麼久 大家如果聽到說 敢聽到什麼東西 但是起訴出來之後 都有一些記者會寫這個消息 其實這都是 我說的是選特性的 就是我要寫上 我譬如說 有過去我們在辦這個 周仁森的 這個賭博電玩案 那起訴書裡面 我調教他給你寫一句說 毛毛部長也送火去到這個 他開幕的地方 其實送火去沒有問題 但是呢 大家看到說 他也送火 所以 就是讓人覺得說 好像有想要槓上開發 又對著什麼案外案 那種感覺 但是這件事裡面 我們說總統府 其實這兩天報道 媒體有說 總統府 有種所謂的 還有所謂的 他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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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們知道說 所謂的 是總統府的秘書長 他所謂的 他所謂的 這個總統 小英總統的 身份比 關係很好 所以 本來就有一些 道歉的問題 但是這件事 你說的 總統府 有種人熟職 叫他把他拿刺 總統府今天也否認 是 另外說 這個蔡黃朗 隔間在 我要說的是 蔡黃朗在 離空一二年到一三年中間 我找過我 就是說 他要了解 收穫這個經營權 到底 關係是什麼樣的問題 包括對納利風災料 為什麼收穫經營權 會流到筆 是徐旭東的手機 是 中立橫隆 林華德 還有包括 徐旭東拿筆電 去到 無數真面前 這些來龍區 到底發生什麼事 蔡黃朗找過我 是 我跟他解釋很久 我讓他知道 每一個人 在這件事 關閉是什麼樣的情形 他們扮演什麼角色 是 如果蔡黃朗沒有賣這件事 他說 他上面跟我講 他說 怎麼這麼複雜 沒有說 到底是誰對誰不對 但是那個時候是2012年 那時候的泰劉董事會 收穫是鬧雙胞 就是 齊錫東是輸 是 他覺得他的情主 是讓這個 法院看說不好 所以經濟部要他回合 回合那個時候 包括 李恒龍也找很多人說 哇 這樣他有希望了 所以包括 張明強那時候也贏了 真的 受害者 就是張明強 他也是認為說 這樣他們有機會 拿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 在那個法院 遭董很多人 包括 2013年 背後李恒龍 找尚做收穫的 要接班的當事長 找羅蘇蕾 但是 我說的是 為什麼 起訴書出來之後 有選擇性 就是說 我要了解這個人 到底辦什麼角色 所以 蔡黃朗的高見智 到底他們後面 是不是有什麼 調查員 蔡明做會 有時候在辦這個案件 所以 檢察官 辦這件案件的 張志堯 檢察官 因為說 你們是不是調查員 中間 有首先 幫我做什麼 的 首先的 這個洩密 讓我要辦這個案件 的時候 讓鼻子 先做一些方便 這是 檢察官 參調查局 本身有一些深刻 每一個案件 辦這麼久 感聽這麼久 的時候 都有一些深刻 所以檢察官 因為說 你調查局 中間一定有什麼 的定答 所以 每天也在說 包括說 這樣是不是調查局 中間也要扶這個 我講的這裡 就是說 選特性的案外案 在檢察官的過程中 一定是說到很多人 所以你說 所以可能有條件在放消息 對 有條件在放消息 但是這裡 你看到這裡的問題 就是說 包括林家龍 是不是參 這個 齊英明中間的職 是什麼樣的官員 包括蔡黃朗 還有高建制 到底參所國安 這件事 參所進行 有什麼樣的官員 你就沒有制定說 蔡黃朗又高建制 你有拿到錢嗎 沒有 沒有 就是拿不 感聽到沒有 但是說 你有去拿清 收進清 拿清收進清 像我在處理很多 這個俗法的案件 包括 我說一個例 包括台東 很多人也說 玉珍你小禮喔 人家有跟你感聽 其實 你給... 我好意把這個店員說 拿清說 有人在跟你感聽 這也不代表說 一定是洩密 但是你的消息的來源 譬如說 蔡黃朗又高建制 他後面的消息來源 他參這個調查局 在辦這間案件的調查員 是不是有接觸 是不是有影響到這個辦案 是不是可以拿到禁錮 這才是最多的 不然我來看這間案件 就是說 這個工廠開發 要辦這個案外案 有譬如說 我... 我要鬥爭這個人 要收到 所以我們說真的 如果說你真的有禁錮 你就直接拿出來 不要在這裡背回來 背回來 就是真的禁錮拿出來 有人也說 這個下樓 如果真的有下樓 我們請了這個 台北檢察署 真的就要查辦清楚 不過我們說回來 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說 立法院這會要 同意這個行使款 其實就是說過去 這個行政款和立法款 有一個感動的基礎 其實就是說不要這個行政款 這個國中到很大 但是過去 我們說這有一個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就是說 政敵的這個因素 很多 我們繼續請 鳳林兄 是 因為我們說 我們現在是五款的憲返 我們說到我們的立法性 行政 我們的科技感測 和立法院 我們的這個部分的角色 所以說我們這個五個角色裡面 其實基本上當然 我們讓我們合作 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是讓我們感動 是 所以我們常在說 你現在削弱立法權 就是獨大行政權 所以過去我們把立委 表演不好 把兩百二十五社 把台下變一半 變一百十三社 現在也有人說 你如果問你家的人說 你現在這個 你家的附近 庭安不好 你現在去看他在牌子 什麼庭安不好 要求換警察局長 還是庭安不好 要求警員要減半 應該沒有人會減半 就換局長 所以簡單說 過去立委表演不好 照理說是換立委比較對 所以你如果把立委的 我們立法權 給他拿一半 簡單說 其他的權利就變多了 所以這個案 當然我覺得這也是這樣 就是說 立法行政檔第一 也有說過 因為原本的保障 是因為我們早期 我們看到 還有很多違權的國家裡面 因為他為了 有這個手段來打壓你 所以以前都很多入你餘罪 然後編織這些罪名 找一個部分 就說你做什麼事情 你有淘汰 你去什麼便利商店 拿什麼湯 或什麼 反正有的沒有 反正以前在控制的時候 都把你抓起來 所以我們當然 為了怕你這個 政治性基礎的部分 我們就特別有這個機制 你要保障立法委員 國會民意代表 對他的這個 監督行政的管理 但這個案 如果說 現在用貪污這個事情 下去頒 是 這我可以想像 為什麼這個貪污都不敢來動 誰敢動 誰叫媽 他普通的政黨 這個黑世代 沒有人敢動 所以我可以想像 現在的狀況 為什麼是這樣 是這種用這個貪污的 一些帽子來說 沒人敢擋 所以確實 我們坦白說 我們這個保護傘 絕對不包含去 所謂的對於貪污的庇護 所以我們過去說什麼 酒駕玲瓏人 簡單說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貪污 也應該領弄人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脈絡 就不敢動 所以當然也好 因為他這個事情 讓我們對我們現場 基礎的部分 動性來輸客 什麼可以 什麼不行 因為之前在說 我們如果不潛力 也不知道要依什麼法規 也不明確 有一陣子 我們又說 有可能這個案 可能會申請事件 結果沒有 大家各自都退讓 簡單說是 立法權在這個部分 他不敢來堅持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部分當然就標示 我覺得民眾對這種貪污的觀感 其實開始有影響 凋壓罪犯人 這個罪犯每個政黨 他不敢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 應該是照這樣來發展 我覺得不是壞事 當然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 是我們剛才說 我們的檢調司法單位 我們剛才也一開始有說過 你用這麼多的時間來起訴 現在起訴數也出去了 剛才電影堂說到 怕你們的竄講 或是怕你們的脫逃 我們沒有一些比較好的基劑 來防止這些脫逃 因為開始過期很多 都會有政治人物 去擺行走出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這個案 如果未來對這種貪污的部分 要如何兼顧我們說他們該由 畢竟我們是有罪的推定 在那位判刑之前 你總是要保障他基本的管理 所以在這個部分 等到後續來拿捏 以這個比例 要怎麼去做一個權衡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說到這個黑色的事情 相信這個立法院 這段也做得很明顯 這段重點 但是我們也看到 檢討這個起訴數 集出來 其實這個院方 要去做一些向立法院 興趣到這個集團那段 這個院方也說得很漂亮 繼續請律師 開始 剛才我剛才 有說到說其實不法 憲公要這個 心情抵護官解除的問題 是因為說 剛才立法院有扭保 就是說你法院要去押 立法院的時候 如果說立法院說我沒有同意 這個時候就是兩兵修農 修農的時候 就變成說 什麼來做這個改管 就有人說這樣 心情抵護官解除 說到底這個款 要怎麼下去做處理 剛才沒有這個問題 發生是因為法院覺得說 這三個立法院我要押 因為是貪污案件 社會官 其實也都不好 剛才剛才那個 宏林執行長說到 貪污其實是林農人 所以剛才 立法院也知道 我要歡迎民意 民意如果說沒辦法接受 我剛才叫我扭保 人家就押下去 那押下去其實過去 如果要按 剛才宏林執行長特別拿到 最有名的就是國民黨 進行立委和智輝 這個案件是因為他貪污 他有打現了 打現當中 有肯打不著 他連三個法官都受不了 隔壁那三個法官 他就開始幫他押洗 所以他買了 打不著 後來 再拚 但是他押洗事情 去讓他聽到 所以他知道 人要去讓他抓去正經 要抓著他抓紙 他說他要抓到車子 人家就知道他跑去 聽說是跑去中國 但是不知道跑去哪裡 但是這個案例 讓我們的事法減掉 跟立法院很大的一個 有一個立法委員 他不遺失去打電影 連法官也會遺失 三個法官都會遺失 可以遺失 被抓到之後 還知道新造 那三個法官現在去打電影 但是他還知道新造 所以這讓我們的檢調人員 覺得這樣我們要好好處理到 這種社會 覺得可能沒有信任折返 沒有信任立法 這個大問題 所以現在為什麼說 很多貪污案件會繼續起訴之後 要求受了 其實過去貪污案件起訴之後就不受了 因為起訴一個意義 就是說我這個政府已經整理好了 我也不知道貪污起訴 所以應該沒有創症的問題 沒有滅症的問題 過去這種案件 大陸都不會說因為起訴之後 繼續受了 但是我如果怕 剛才說到合自揮頂頂 如果怕讓大家意識到 這個人可能會走 有可能因為他立法委員的一種 會繼續影響到這創症 所以這次法官在這裡 繼續收下 社會也不反對 也不說法官這樣不對 甚至是人家說 要把司法打破了 我看到很多網路上的講法 都是打破了 當然我沒有認為說 司法在這裡應該要繼續膨脹 就是說憲法上這個設計 對立法的尊重也要有 對司法的尊重也要有 在這個過程裡面 剛才特別說到 這次起訴的重點 剛才主持人說 其實這個重重量刑 建議他要重判 就是這幾個立委 因為這幾個立委跟憲主席 收下的立委都繼續說 這錢 我收的這個錢 其實是正款 我這個錢是正在現金 都說沒有這個對地管理 但是重點就是這個黑點精靈 他就說這個屬性裡面 他就是為了要做什麼 所以花這個錢 所以在那裡 檢查關起訴的裡面 起訴書說 這個黑點精靈 李恆龍建議減刑 重新量刑 因為精靈保護法 裡面是讓黑點精靈 可以減刑 才是免刑 所以在這裡檢查關 也拿李恆龍去求情 照正義的部分 因為他比較輕 所以他人 起訴之後 有人放出來 丹東山的部分 我要特別說 是說 一開始 大家說 丹東山 這是民主的神經 怎麼會卡到這個案件 其實他也不好 他跟李恆龍 過去是好朋友 他在過程裡面 他做相關的 金錢的翁萊 跟他做公務令員 或是公務令員 他甚至也很長時間 都沒有做公務令員 所以在這裡檢查 你看頭一天 我們請大家 所有理會 請約談進去 頭一個出來 其實是丹東山 問問的 很快就出來 神經的神經 要打 這些都沒有 就知道一色案 最輕微 所以丹東山的無期所 其實也沒有意外 正常的法律訂書上面 要走的上面 就是要公款 你的開支收費 這才是貪污 如果說跟公款力 無關 一般的現金 或是翁萊 這不一定會貪污 所以我們也帶觀眾朋友來看 基礎書的重點 我們看這月 這個肉葬刀 真的 五千八百萬 涉嫌的這個立委 真的你有這個寬理 但是你用這個財 用財 在這裡認財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雖然受到 李興隆歐世 我們說差不多七年以上 這個檔罪 要把它判掉 另外 我們也看到李興隆跟這個 這個刀刀 這段把這個過程都加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專做是五點的 證人 經濟到這個證人 保護方法 要減他們的性質 另外我們也看到 無葬籍這個 中證物 也會查到九百二十萬的現金 剛才我們有說到 雖然他在家裡查到這個金額 最多 但是有的這個錢 是去我們說這個重人 或是說他的這個走力 拿去 百七十萬 涉嫌的這個 財產來源不明 桌 其他就是說 這個重人的土地 公司由這個主人 喝咖啡 用中證物的名字 在外面騙差不多一千一百萬 另外我們看這個政理委 剛才這個律師說過了 就是說丹東山 還有收李興隆 這個一百二十二萬 但是他們過去就是 好朋友 現在的關係 就是說依照情依來送他 還是說幫助他 這個索困的這個部分 跟所顧案 沒有真的對價關係 所以沒有起訴 繼續我們請這個浴淨寺 我們說到這個黑點 政員也好 或是說這個立委也好 有判比較重的 也要讓他判比較輕的 依照這個政員保證法 我們也看到丹東山這個案件 我們看到這個起訴訴 重點 我們看到這個檢查官用的數是比較嚴重的 什麼 這是李興隆所返用的這個加薪 所以我們看到真的是這樣想要 但是我們也要再討論回來 雖然我們說李興隆 他有這個黑色的事情 但是我們說 我們說沒說到的 就是七色東這個部分 七色東也是一個 為了要這個收購的經營款 雖然他沒用就黑色 但是他有做新報 但是兩個人這樣比起來 你覺得嗎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問題是在這些立委 手錄最糟糕 拿錢拿到最糟糕 所以釋憑到這個財務的問題 但是並不是代表說 這件事到現在為止 收購這個經營款 拿在徐旭東的手錠就是對的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五次 五次說 你看李興隆壞人 李興隆真的壞人 但是他對誰的手錠 將這個收購的經營款騙照 他將這個收購的經營款 駐紮是太平洋張家 他把張家說 我們這個納利峰資料才沒有出問題 所以這個收購 我們要放在這間泰流 100萬自本下這間公司 我來想辦法去紓困 但是他有紓心 他想說我自己找人來這個投資 但是張明強他們這個家族 其實本來照理說 我們不是要減價 減說現在收購這些霸會公司 價錢到底是30億還是50億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收購 不管是誰都要說另外 本來找包括蔡晨陽 包括微風廖家 微風廣場廖偉智營刀 很多人都很想要收購這個 叫做金雞母 大金雞母 大金雞母 但是照理說 你是不是要減價 減說你原來這裡的價錢 到底是30億 50億還是100億 但是這個珍珠進來之後 你中價是不是要減幾% 結果沒有 整天把你砍掉之後說 我珍珠40億 我叫做徐旭東 我珍珠40億之後 現在整個工資都我的 所以現在我說 這件案件到現在 在立委貪污是不對的 這個實際的情形 丹東三 為什麼他不起手 因為他在立法院 提起這件事說 經濟部 還有這個罪格法院 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是真的有問題 因為本來叫 珍珠過這個收購負重 包括有一個負重的 已經為作文書 已經定罪了 就是表示說這個 珍珠的過程是違法的 珍珠違法 你收購現在 還讓徐旭東 好像像名證言順說 收購這個工資就是我的 這件事我特別強調說 丹東三 在立法院說過六遍 說過這是不道理的 OK 但是這件事到現在 這叫做收購條款 不塑及既往 你看 你們這些列委都拿錢 在拿李恒龍遊說 對啦 所以你們這些列委 拿錢都要欺負人 是 拿錢都要欺負人 但是收購這個經營款 不塑及既往 好到什麼 好到齊趣東 但是這不是一個對的事 這不是 這不對 這不對呢 說自歷史到現在 自起頭到現在十八年了 這十八年後 是不是有辦法改變 就是說 誰改給太平洋張家 一個叫做公平正義 其實他的老老闆張家 一百公一回過世的時候 我們傳統的說法 就是希望不完結 他覺得說 他每天向上帝禱告 希望說可以讓他公平正義 但是到他過世 他還沒有載到 將所有的經營款 對徐旭東那邊拿回來 中出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問題 空手要拿到這些東西 本來是有孫心的 那個人叫做李恒隆 想不到整個都被徐旭東搬去 叫做螳螂補償 黃雀在後 那個黃雀就是徐旭東 一個接一個 所以我們也說到 雖然這個歐世代不對 但是這個貴旗經營款 一種也是他們發到很多情意 但是也是因為這回這個歐世 這件事 我們也說到 可能這個雞仔開始 減三十的立位 要怎麼處理 所以立法院這個委員會 在馬債 就是這個 我們說今天二十六 二十三 就開始要來起興到 新這個貴旗的 這個貴旗的選舉 立法院裡面有被這個 上架的這個委員會 很像是交通 經濟 還有這個文革 頂頂的 大家委員會 都有兩名貴旗 要去拜安 拜議長 所以一 通常有這個十六歲的這個調位 頂貴旗 民進黨有高 國民黨有七十 三個立位 放棄合之後 適處可能有變化 我們看到這個經濟委員會 國民黨有廖國棟 丹蕭民 民進黨收進清 三個人去用棄合 所以關鍵是 民進黨的立位 庫薪萬 庫薪萬 如果是支持這個 國民黨都可以處理一席 如果是這個庫 庫薪萬 如果是支持民進黨這個會 就說三十二條條的這個局面 交通委員會也是一樣 我們看就是這個 世代理論立委 庫薪地 我們說如果立東團 欠到這個報棄期也好 中政務 關鍵是世代理論的這個庫薪地 庫如果是這次拿 就是倒閣地 或是倒閣地拿 都可以處理一席 庫如果是這次立的 就能形成是三十二條條條 這個態勢如何來看立法院的報局 是 剛才這個主持人說很清楚 都一般來說立法院 我們現在是八位委員會 剛才說到 八位委員會 差不多十三到十五個立委 簡單來說 都會有兩個條位 條位就是很大的培案 譬如說我們最簡單 為什麼大家現在要請違反 經濟委員會 有什麼美豬美牛 我們現在在煩惱這個事情 如果稍微我故意我會拜 你也沒有我的辦法 尤其我們說市英明就是過去做雕屋的時候 所以說這個部分 當然現在我們在說這個議題就是說 這早上大家現在要來請 因為未來因為我們 年代是預算會期 也有很多這個預算 要來做生殺 另外這個部分 質詢權 還是我們法規的部分 要收法部 要收歪收都會 所以這其實是很重要 過去我們看到更有限 是說 比如說我有失懷 我有這個司法案件再審 或者告一宣司法法自委會 我跟我的家族交通有關係 我就選這個交通 未來我就要求 所以我們弟弟在說 這是一個為難 當然一方面 他在這個方向 他是一個專業 但另外這個方向 我們也很怕他在這裡 利益 還有一個對決關係 對 所以說這是我們 可以好好來看未來怎麼做 當然 這也是一個檢測 一個檢測是說 我們有一個人說 兩黨政治有什麼不一定好 是不是多黨政治 這個案子給大家試試看 小黨作為關鍵少數 他要怎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要求跟這些政黨 是不是來說一個 當然不是我們說檯面下 這種不好的利益交換 是說要怎麼未來 我這些法規我的要求 要怎麼來支持 這就看這些政黨未來 要怎麼走 所以這是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那這些其他的政黨 在要黨沒有拿到十次 未來有可能兩勝 如果都是民進黨 基本上就沒有辦法在這個委員會 產生一些影響力 OK啦 所以我們也說到真的 我們說這個立法院 這段是民進黨完成這段 我們也看到民進黨的立委 也有社會 國民黨的立委也有社會 國民黨的立委也有社會 是來自立委 陳英明過去也做這個東主席也有社會 所以我們看到這段 因為這樣關係 所以我們說這個調委 還是說這個委員會都更加重要 那是有關的法案 像我們過去說的陳英明 在做這個經濟調委的時候 辦這個公廳會 造成這個部分 所以真的影響很大 我們給你尚哥請 我覺得一個事情 已經要大家說了 雖然大家很討厭貪務的一些委員 但是不應該 因為這樣現在變成說 對未來立委好 在鑑督表現的時候 你現在 我就無法插入 我就叫你無法來 比如說我們現在開 美主委的工程會 衛福部無法來 他可以說我無法去 因為你可能有帝人的錢 不可以這樣 立法院要有我們國會的尊嚴 所以我們無法留意 我們要透氣 我們要淘汰 我們要要求法官 甚至重判 甚至有罪 但是也不應該這樣變行政員 來反制立法院的一個監督 我覺得這大家要注意 真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到這個行政員 自己也要尊重 立法院這個代議書 自己也是要尊重自己的一款 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這邊 多謝 感謝